应该没有名字,那我应该由这里开始 先问一问,找同学开麦,告诉我上次由哪里开始,有哪里没有对,我要由那里开始对 好,4A17号,温子晴,4A17号,温子晴,上一次是由第几页开始,第17号 17页是吗?17页好像这条equation还没写,是吗?还没对 对的,对的,好,我们由这里开始,好,上一次,告诉我,温子晴,我上次对了这里 对了,对了,好,那我们对这个,如果未对,同学开麦,告诉我 好,由这里开始,好,上一次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慢慢讲,我给你答案对一对 对了,如果醒目的,就一定是写Ionic Equation的了 只不过这条里面要求你写Fu,那就更好,是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吧?也是我们读CAM,第一步明白了 那你是不是真的明白的?那这些就是去用 是吧?那有些同学是用不了的,那你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明白 所以明和用,用和明是一块镜的两面,一个银的两面来的 好,那我知道大家在疫情里面都很聪明了 那我先不等大家了,好吗?不如你们卡图,然后自己下桌 慢慢再对,好吗?好,我继续下去了 那我就去第19页了 第19页呢,那条例子呢,我们上次对了A和B没有呢? 我先问一下同学,4B1号,张凯琪 A对了没有呢?我不记得 嗯,这一版没对 没对的,好,我们就有 但应该是否开了个头的? 嗯,应该全部没对 没对的,那前一版说了没有?前一版那一版 18页那些说了没有? 没 哦,没啊?好,那我们就,我由第18页说一点 第18页呢,就是identify那些irons unknown 这些是很Chemistry的提型来的 就是让你去identify它 那我们用的技量呢,都是我们所学的化学反应 它们那些chemical reaction 我们现在来说呢,学得最多的化学反应呢 就是第11课,是不是? 接着呢,就是这一课14课 里面呢,有一大抽的化学反应 不是课课都很多化学反应 是不是?现在暂时来说,11、14 我们要配到它很熟,是不是? 用到很熟 现在呢,去identify一些 unknown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个去应用这些化学反应的方法 这种呢,我们叫做quantitative analysis OK,是一个quality,是不是? 质素,是不是? 就是它要回答what的问题 是什么呢? 有另外一个呢,就叫做quantitative analysis quantitative analysis quantitative就是量的问题 就是how many 这个呢,其实12课计的模式 N等于小M over大M 我们学了分析里面的量 数量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quantitative analysis quantitative analysis 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学习 11课,14课 那我们呢,叫做quantitative analysis 可以简称叫做quantitative analysis quantitative analysis 这个quantitative analysis 我们简称叫做quantitative analysis 不是什么都会的 暂时讲 我们比较懂的就是metal iron 很多时候呢 原来大部分的metal iron 加这些sodium 都是不用在水里有PPT的 所以呢,基本上呢 就透过PPT就可以分到它了 透过PPT OK? 那还有些是有色的PPT 有些是没有色的,是whitePPT 来的 是不是?是whitePPT 接着还有些是会融回的 OK? 那透过这些,这些不融的,这些不融的,不融的 这些会融回 那基本上呢,就可以分到它了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做练习的时候讲 好,第二个呢,就是去分carbonate iron 就是这种 那carbonate的iron呢 其实类似hydrogen carbonate的iron 也是的 那它们都是有相似的observation 就是加这种大量的hydrochloric acid 接着呢,会产生一种colourless gas colourless gas 的bubble 那基本上呢,就是它们的分别 如果有CO2 那当然呢,如果再好些 有气出,怎么知道是CO2 再做这个工序了 就推上推了 就是用light water turn milky 那你就知道这是CO2 那为什么加酸会出CO2呢? 那种一定是carbonate 或者hydrogen carbonate 那这两种都可以的 其实 那不过呢,carbonate通常就不溶在水的 那hydrogen carbonate就一定溶在水的 那所以呢,那我们去到第16个再说一说 溶不溶在水那里再说 不过,基本上你暂时都会加酸会出CO2 好像这里 这个bubble不明显 所以最好呢,都好像这种 加水路上,不是滴下去 那你就看到有些bubble 加一些bubble给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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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着再下去了 所以上堂很忙 所以online 看着螢光幕 所以都要跟得紧 ok 好,我先确定在录影 我再看多次是否录影 对了,在录影了 好,接着我们回答这条 好,这样就有这一种和这一种 这样怎么去分 接着这一种和这一种怎么去分 那你见到呢,大家都是nitrate nitrate 大家一样,没什么好分 所以唯一要分的就是不同的东西 ok 好,另外那个就是 大家都chloride 又是没什么好分 没什么好分别 唯一分就是不同的ammonium 一个就是potassium 好,还有一个要留意 就是人家问你的chemical test ok 一定要有化学反应 还有呢,其实问你的test 其实应该是包了这个 就是要讲observation 其实不讲也要包了 就不用讲了 明白吗 不过这里这么好人 就要讲 ok 总之说subject chemical test 其实已经是包括了要讲observation 在公开试里面 好,那我们来分一分 究竟silver的Iron 即是silver的Iron 和sodium的Iron 可以怎么分呢 好,另外呢 好,另外就是ammonium的Iron 和potassium 又可以怎么分呢 明白吗 小心哦 有些同学呢 就当了silver的Metal 和sodium的Metal 不正确 不正确 他未失电子之前的性质 和失了电子之前的性质 和失了电子之后 变成Iron 是两个性质 所以你就不可以 不可以 当它是silver的element 去处理了 一定是Iron 有个正的 OK 那怎么去分 好,那这里 可以做一条 这样 你要做的就是 加些什么 chemical 下去分别地 each solution 所以第一件 你要做 就是 加些什么 reagent 进去 然后第二步 就要告诉别人 observation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difference OK 所以 当你加蟹做chloridex silver chloridex 就有 YPBT 但是sodium nitrate 就没有 YPBT 这个就是比较 Compare 他们的observation 的分别 当然 我们可以告诉别人 为什么 他没有问为什么 没有叫你deduce 没有叫你explain 所以 但是 如果叫你解释 最有力的就是写一条equation 最 这些 写到用还是不用 PPT 有得写一定写 Ionic Equation 因为简洁 清藏 OK 这个其实是中三的时候 的第三课 那时候还没学 Ionic Equation 不敢地写 不过 现在我们去到第十一课 已经学了Ionic Equation 所以 现在应该可以大胆一点 Compare 有时候 为什么前面没有讲到后面讲 就是我们越学越多 你要将前面那些反应 要将它们整合在一起 OK 所以第一样 这个就一分 一分 大家都加大量 Hydrocarcin 另外 第二样东西要答 就是他们的分别 这样答到就一分 那就两分 OK 有些同学说 我们用frame test frame test sodium golden yellow 但是silver 就不会 sodium golden yellow 没有特别的color change chart 这样答是不接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说chemical test 原来frame test 是不属于chemical test 什么叫physical test 就是no-new substance form 就是说你用火烧它 其实它是没有变成的 它只不过吸收 那种chemical 那种氧热 吸收了那种热 之后就放光 它在转换能量 由热能变光能 但里面那种chemical 其实是没有变成的 所以记住 这些同学很喜欢问的 frame test 为什么不行 其实它不是一个chemical test 而是一个physical test 这是五星星的观念 以后别人要问到 你要告诉别人 好 接着 除了这个方法 有没有第一个方法 有 第二个方法 就可以加大率的sodium hydroxide solution 那你当然可以不用说个名字 读camp也不用方法 你哪个方法 写啊 所以呢 写完方法 大率的sodium hydroxide 好 就加下去 那我们发现 silver iron silver iron 原来就会产生brine ppt 但是sodium的iron sodium hydroxide 是溶在水的 所以就no white ppt no observable change 对不对 好了 那如果别人问到 你为什么会brine 很多时候 我们有个误会 就说 很容易 因为大部分的metyl iron 遇到metyl oxide 都会变成一种 不容在水的metyl oxide 对不对 那silver 正一 metyl oxide 负一 黏着metyl oxide 留意 这种很特别 在我们这个地球里面 或者DSE里面 我们发现 这一种 不是这样黏着metyl oxide 因为这一种不稳定 原来是unstable 第二种不稳定 这一种才是这样 只是几种 那会变成什么呢 原来这一种 最后会变成silver oxide 这一种就是brine ppt 就会变成silver oxide 就会变成silver oxide 不是变成silver oxide 就会变成silver oxide 就会变成silver oxide 就会变成silver oxide 如果你要写Ion equation 这条式你很难背 所以我也是那句 醒目的一定是写Ion equation 我写给你看 好,那现在silver有两个 应该两个silver 其实你把下面这里 爆开这条full equation 那你把sodium和sodium 把这个nitrate 和这个nitrate 最后你得到的 都是两个silver 两个hydroxide 就出这个和这个 其实跟这条式一样 这条就是Ionic equation 它不一定要你写的 不过我就告诉你 有这个情况 是silver 原来也会有PPT 不过不是white 是bran 并且不是hydroxide 而是oxid 是这种东西才那么特别 入到大学 才告诉你为什么 现在暂时来说 用这种hydroxide 正正常上的东西 是unstable去处理 好,另外一个 另外这个就是ammonium chloride 和potassium chloride 就没有什么好分 所以唯一不同就是 这两个东西 那怎么分呢 那又是 有些同学就用frame test 接着 potassium 就是lilic 那又是那句 不行 因为camgo test 是不接受frame test 所以一定要进行化学反应 所以就要用什么呢 ammonium 记不记得 打了10粒性 很重要的 我说成分笔记 最喜欢考译就是他 这个反应 ok 所以呢 就是这个 原来ammonium 加大率的sodium hydroxide 再加热的话 原来它会产生一种 简性气体就是ammonia 在DSC里面唯一只简性的气体 那简性气体怎么测试呢 就用一个moist的limus paper 所有气体的测试都一定要弄濕那张试字 ok 一定要用moist 你不喜欢用moist 用wet字 都不要緊 ok 弄濕了一个redlimus paper red就是酸的 那如果简性就转红色 转蓝色 那你就知道它是简性 那你知道它是简性就知道它是ammonia 推上推 为什么会出ammonia 那很明显的就是ammonium 有些同学还没分到ammonia和ammonium 麻烦你分清楚 所以透过red to blue 你知道它是alkaline gas 你就知道ammonia 那你透过你的处理出ammonium gas 你就知道它的前身是ammonium的solid 的chemical ok 那所以就可以这样去做 好 但是另外一个potassium 加一样塑料下溼锡加热 就no observable change 第一加什么chemical 第二就比较他们observation 好吗 所以就这个 那你现在应该在抄十九版那里的 好 给多三十秒你抄 抄不及就slapshot 就是将它capture screen 一会儿下堂的时候慢慢射回 好吗 那我们今天就是20分下堂 还有十分钟 我想跟你对于后面的那些 好 好 好 那我下跌了 好 好 然后呢 example那些通常都深一点 深个practice 好 有三个unlabel的bottle 都是白色的solid ok 那它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anhydrous的aluminium sulfate anhydrous的sulfate andhydrous的sulfate 和hydrated的sulfate 这个应该是2 这个应该是3 ok 那它没有水的anhydrous ok 那它是白色的sulfate 那我先叫它sulfate 好 另外一个就是升 收肥 那一个是正义 一个二负 所以2比2就最选1比1 没有水的 好 最后一个是你最不懂得做 Hitrated有水 就是升收肥 那怎么处理它呢 我又不太懂它 但是又知道有水又不知多少水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这样的代号 就是.n那样的水 都是solid 好吗 可以这样处理 好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收肥 收肥 所以应该收肥不用分 所以你唯一要分 就是有aluminium和星移症 的分别 而这两个就是有水和没有水的分别 所以基本上你用二分法的方法 就可以分好 outline 你carry的test 他没有说到这个test 是chemical test 还是physical test 所以如果可以用frame test 这里都可以接受 不过呢 今次这两只metal 都不适宜用frame test 因为不是我们熟悉那四只 好 那所以做什么好呢 你知道这货里面 最喜欢就是 这些metal的测试 就是加Hidroxide 是从PPT那些去看 所以你就看到了 那现在首先你要把这些solid融进去水 好了 但是这个水不够专业了 因为你的水在哪里拿呢 你家里当然拿水后水 但是在实验室当然专业一点 我们就会写明那个水 就是distilled water 就不要有其他杂质污染 或者可以写deionized water 写下它了 好 接着就融了下水之后 才加这个大率的Aqsimonial 当然了 读cam是绝对欢迎你写formula nx3aq 这个是大率的 OK 这一只 加到in excess 好了 那你知道了 aluminium 开始就会有yppt 但是加in excess的Aqsimonial 就不会融回 但是升两头蛇 你记得了 虽量骑多石和ammonial 都会融回 所以两只都会有yppt 那些三只三一二三三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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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那两个星收肥就会融入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分开这一只和这一只 分开两大类 分完之后这两只又怎么分呢? 有水和没有水怎么分呢? 我们的分法就是这样做 这次搞定了ALUMN, 现在就要处理星移症那两只 一个有水,一个没有水 这次不是Solution, 是最初的solid加热 当它加热时,水就会走出来 走出来的时候就用一种测试水的试字,就是blue cobaltucloride paper 如果它会变成蓝色变成粉红色,那就是有水 那就是那种应该是hydrated的升收肥 另外那种没有的话,那应该是anhydrous的那种 其实这样就答完了,那我顺便和你去练一练,用一用 就是equation,它没有叫我写equation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可以试一下写一下equation去练一下 所以我拆一拆这些,留下个位置 在这里有什么equation出现过呢? 第一个就是ammonia 其实为什么会form PVT呢? 就是ammonia在水里面会进行ionization产生蟹酸 然后它就会和第一种aluminium 有得写一样的equation 正三就加三个hydrated 就变成aluminiumhydrated 另外一个就是升移症,就贴两个hydrated 就变成升移症hydrated 还有就是为何加移症的时候会融回呢? 就是升移症复户aq这种 再加多两个hydrated 就会变成升移症复户4个 这个变成二负了 那这种就会融回了 这些就不用了 这些就不用了 我用个counter是我的符号 你的考试如果想说它不用 就写solid state就最好了 OK? 这些一系列就写完了 我顺便写完 为何cobot-2-chloride会变成粉红色 其实也有得写过 那就是cobot-2-chloride 本来是蓝色的 原来它贴四个水 原来它会变成cobot-2-chloride 这种就会变成粉红色的固体 这个第一次见了 这样介绍给你 其实如果你学过 其实你会变成钻色测试水的 不只是它 还有一种更熟悉 就是cobot-2-sulfate 原来它和水反应 会变成cobot-2-sulfate 它贴多少水呢? 今次它贴五个水 其实你背不到它多少水 所以出现过 这个在第十二货计数的时候 出现过 它就会多五个水 这个本来是白色 这个就会变成蓝色 那我觉得你认识这两条 就很棒了 五星星的级数 OK,看到我写了多少条 1,2,3,4,5,6 OK,你可以复杂了这个 如果你抄不及 或者抄快点 我给你30秒 好吗? OK OK 那个practice14.6 我觉得不要浪费了 我就不在这里和你对了 因为如果我和你对 你本来是明白了的东西 连用都和你用了 你少了锻炼 所以今天的功课就完成了 这个14.6 这一条 这一条就完成了 好吗? 就怎样分 给一些guidline 大家都有酸 就是不用分酸 唯一就是分辨到carbonate 和nitrate nitrate 基本上不懂 没有学过它任何反应 所以主要看carbonate 有什么反应 而另外一个没有反应 一个有一个没有 另外那个就是 都是chloride 所以chloride 大家一样是没得分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 Kalcium 的Iron 和色 就要看如何分辨 好 留意也是Chemgo test 所以不接受frame test OK 可以吗? 回家做了这条 好 还有时间 我想教了21 和22版 然后做了mc 好 揭去第21版 好 21版就是 到最后 我顺便介绍一些 Chemical 是Drying Agent Drying Agent 有什么用呢? 就是吸水 OK 那有什么Drying Agent 吸水呢? 吸水的Drying Agent 我们叫这个英文 叫做 Hygroscopic 最熟悉会吸水的Chemical 包括这个 背的这个 就行了 Concentrated sulfuracid 是会吸水的 Hygoscopic 它会吸水 它会吸水 我们用Hygoscopic 你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 Concentrated sulfuracid 如果我写符号 Concentrated 你给多 一些时间 Concentrated 就是这个 Sulfuracid 就是X2SO4 那这个就是Liquid State 很稠的 它很少水 只有2%水 那就是有98% 都是这个Chemical Sulfuracid 所以里面很少水 很稠的 OK 那你发现 在大气里面 吸收了水分的水蒸气之后 你发现 它的水位上升了 是不是? 因为物质不便利 它吸多了水 它会 会无端多了 那就是吸收了 吸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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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什么 是吸收? 有Kalcium 有Anhydrous Kalculate Sulfuracid 寫Formula C-A-O 还有这个 这个 为什么它们吸收? 还有一种 是Silent Gel Formula不太懂 你知道这种 就可以了 你会用惯的 Silent Gel 很多时候就是 这种 猪 Kalcium Moxid 为何吸收? 因为原来它会和水反应 Kalcium Sulfuracid 为何吸收? 原来它会和水反应 这个第几货学的 我们是第四货学的 Quickline 加水会变成 State Line Kalcium 原来它会和五个水反应 就会变成 Kalcium Kalcium 多五个水 的固体 变成蓝色 这个也是会的 OK 好 那后面的一个 我下次讲 你其实看得懂 你其实看得懂 回家也和我做 第22版的 这个Practice 还有 还有 我再做 还有 我再做 第三版的 MC 可以吗 那下次我会用多一堂时间和你做 我会对 所以和我做完 23到多少 去到最后那条 23 24版 和我做到第三条 好 那今天到这里 好 开镜头我们 揮手说 goodbye OK Goodbye Class 好 拜拜 有问题可以留下问我